为什么说,要想当官发财,就不要生在朱远章十载? 明朝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朝代独特在流行的,发财就当官当官就发财,这套科到明朝就不灵了因为官员的俸禄,制定的很低低级官员靠官奉为持生,活都比较艰难,更别说高新养连了太祖的治贪措施,非常严厉性贪险要路。 中规定官吏贪赃银六十两以上的,要斩首示众朱元璋还发明了,包皮喧草,酷刑,并规定百姓不分贵贱,都可直接到京城告发地方官吏的贪污罪行地方官吏部,准拦阻性贪检要路。 中还详细记载了制定官吏凤路标准的理论依据,举个例子来说一个正期品线,官员凤九十十米,就是六千三百七十二公斤米,但人均消耗一百八十公斤,每年计算这些米缸,够够三十五个人吃一年的,但其实还有百分之四十,被折换成别的东西。 例如眷部,眷眠部甚至一些零碎的小东西,万里明慧点眷三十九,所以正值的官员都比较辛苦招明清官海瑞,就有恶死七岁女儿的记载,明瑶市林建址编,明沈德福,万里野货编,也是记载洪五年间的洪文管学士罗夫人,很清廉,在城里买不起好宅只好住,在郊外的一座破房子里, 朱元璋有次跑到他家里去看他,还有一个官职叫御史的俗称,阎官,职责就是专门从事官吏的考察,弹劾应该比较有权了,那也不行,当上御史大夫官奉,自然要高一点普通,那御史收入就少的可怜,如果自己再争执一些,那日子过得肯定是紧巴巴的, 又可叫徐文英的御史,就非常清贫连接,有一回同乡的官吏,触犯情侣,求到徐御史的父亲让他帮忙,不要上奏弹劾了这天,徐文英正准备去上朝下人, 禀报父亲来见徐御史一开,父亲肯定是为这事来的即刻出门,将谈和奏章,上报朝廷等回家见到父亲还,没等老人家开口徐文英直接挑明了,来不及了奏章已经上报,第二天一大早徐御史公送父亲回家,将家里仅有的摆文钱,挤两双草鞋,交给父亲心里很不适滋味。